2018年8月9日,据NBA记者Sams透露,安东尼已经和火箭达成了口头加盟协议。 目前安东尼正在非洲参加活动,他会再回到美国的第一时间和火箭完成签约,安东尼即将成为火箭金下的第四笔引员。 此前火箭分别签下了恩尼斯、麦卡威和哈尔滕斯泰因。 本赛季安东尼场军贡献16.2分和5.8个篮板,安东尼将有望出任火箭下个赛季的首发小前锋。 同时,火箭记者Kellico还曝出了关于火箭的另外一笔交易,预计火箭会送出安德森、梅尔顿和首轮选秀权,交易得到老鹰后卫贝兹莫尔。 这笔交易虽然看似是老鹰吃了大亏,但是送走贝兹莫尔,能够为特雷扬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。 今夏,老鹰已经通过一笔交易送走了施罗德,施罗德本赛季场军得到19.4分和6.2次助攻,是老鹰发挥最稳定的球员。 送走施罗德就表明了老鹰已经开启了重建,但是今夏没有留住天赋更好的东谢旗,而是交易到了得分能力出色的特雷扬。 这样的操作还是令人费解的。据悉,火箭和老鹰已经完成了首次会面,火箭为老鹰提供了安德森加奥努阿库加首轮选秀权的交易方案,但是很显然奥努阿库并不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年轻内线。 随后火箭将奥努阿库送到了独行侠,后者被独行侠立即裁掉。 Kellick给出的预测交易方案是安德森加美尔顿加首,轮选秀权。 很显然美尔顿只是一个四轮新秀,不见得火箭能够打动老鹰。 美尔顿之外火箭仅剩下周期这个有潜力的年轻人。 另外NBA记者桑阿密克透露,火箭和安德森完成签约后,将不考虑交易得到贝兹莫尔。 当然这样的消息是令人费解的。 除了火箭之外,雄鹿也对得到贝兹莫尔持有积极态度。 据悉双方已经完成了首次交易谈判,如果这笔交易能够达成,或许会成为火箭今夏的压哨交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